玉山或是小琉球膚淺 还有饶和夜市大旦美食 这对外国夫妻很懂生活 在台湾到处游山玩水 不过照片中的男子身份是名 国际通气犯 被国际行营组织发布 红色通气的奥纳德 在台湾安安稳稳住了五年 现在终于被移民署给约谈到案 并且做出限期离境处分 西班牙籍的奥纳德 在意大利卖了1189辆车 不法获利3000万欧元 约台币10亿元 他拿着这些诈骗款 西家贷券在2020年被通气前 2019年就已经合法入境台湾 并且拿着赃款 在台北开了五家公司 包含东区两家西班牙料理餐厅 一间汽车零售贸易商 士林区西餐厅 还有一家号称管理名声的生育公司 通气犯摇身一变 成了成功企业家 这跑路生活过得很滋润 但明明通气已久 移民署却一直没有动作 直到四年后才以危害我国利益 公共安全之余 十三号约谈奥纳德 考量他还有未成年的小孩 在台湾不会强制驱离 准许他先安顿好七小 十天内限期离境 澳纳德二零一九年先以免签入境台湾 停留九十天 后续再以开设公司为由 申请合法居留证 因为澳纳德在台湾没有犯罪 台湾警方无权逮人 现在移民署终于做出处分 让国际通缉犯离开台湾 大纪新闻传结会顾全松 台北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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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